好,那輪子的部分呢 要分成幾個地方 一個是這邊 好,那這個很單純 選起來 直接就quipline map 我有多選到 所以 重來一次 等一下,確認一下 這塊什麼東西啊 剛剛有不小心多選到東西 所以會跑出這一塊 好,那那個沒關係,這個先 搬到旁邊去 好,看一下這邊 這樣應該是對的 但是現在有沒有發現它的 幫你判斷的軸向不對 好,幫你判斷的軸向不對 那這時候有幾個方式 你可以自己選 SYZ自己選 SYZ一定會找到一個正常的 尤其是這種平面的 那我們就直接在這邊 quipline map 好,彈出來了 好,先搬旁邊放 還先不縮小 因為 背後還有一個 哇,這一塊的地方比較不好選到 好 OK,我剛剛是按F3 好,切換 鍵盤F3,那這邊 拆開來 嗯 那剛剛那一塊咧 喔,他 因為我剛剛沒有 放掉Ctrl鍵 他們現在疊在一起啦 疊在一起啦 裡外疊在一起 那這邊就是看你要不要 他們用同樣一張圖 疊在一起就是貼紙是一樣的 貼一模一樣的 那 我這邊就讓他貼一樣沒關係 因為貼一樣我們就可以 簡單一點畫 如果你要貼不一樣的話怎麼辦 不貼不一樣的話 這樣子 再加選這個Element模式 搬出來 就是這樣就是兩個 你裡面可以畫裡面的 外面畫外面的 好,那我省一點空間 所以把它畫在一起 好 那 然後 當然這裡還有一個要處理的 是這個 小小的 因為現在 這個 這裡 這個也一樣 好 ClipLineMap 然後直接縮小 啊 縮小 這個一定很小 好 翻到這放 好 然後接下來是 就比較複雜的 就是這個地方 要處理的 其實這裡 那 這樣子圈 按F3看比較清楚 就是你這樣圈下來的時候 不要圈到別的地方 這樣圈到 那就是一圈嘛 一圈是圓柱 是圓柱 所以這時候 我們沒辦法用快速的 平面貼圖展開 必須轉到用圓柱貼的方式 就這張貼紙貼上去是圓柱型的 好 然後呢 貼上去以後有軸向問題 所以又要找 Y 應該是Y 好 看一下 轉過來 有沒有 Y 但是形狀不對 所以按一下Fit 就是 這個是圓柱 所以我用圓柱型的貼圖 然後找它的軸圈起來 就包起來圓柱的軸向 然後按一下Fit 不過去 不過去 我是不是有沒選到 有 只選到一半 難怪一半而已 那我知道為什麼只選到一半 OK 重選一次 離開這裡 再按F3給同學看 我只選到一半的原因是這個地方 這個選項 忽略背面 所以我這樣圈下去的時候 背後通通沒選到 背後通通沒選到 那這個關掉 再圈一次 就是 這樣有沒有 整圈就會選到 Think的模式 Y軸向 按一下Fit 這個就是包起來的結果 好 整張貼圖是這樣圓圈圈包起來 好 那當然它有尺寸上的問題 就是 它會變成這個樣子 好 那為什麼我現在都沒辦法調整 有沒有發現 都控制不了 因為 這個要關掉 你用這個貼圖模式 按完它不會自動關掉 你要人工關掉它 這裡才能調整 然後 既然是包起來的 那一條一定是長長的袋子狀的東西 所以這裡要人工的把它調成長條狀 有沒有 格子就正方形的 那一樣的再做一次這個地方 一樣這裡 拳起來 確認一下是不是整圈 對 Think的模式 Y的 按一下Fit 符合 大小就會對上去 關掉這個 回到這裡 直接調大小 它應該更小 看一下F3 看一下 先把它調成看得到網格的大小好了 這樣差不多了 再換成Scale指令 因為這個很小 所以直接縮小一點 一樣搬到旁邊放 那我的習慣是會放在那個 輪子的旁邊 因為這太小了 所以我這樣就認得 好 那 所以剩下同學要做的呢 是在把 我們還剩下的是這個 還有 這根柱子嘛 那底下還有一根 柱子 還有這一個 東西 那這幾個都可以用 炸開的再黏合的方式 所以請同學全部把它弄完了以後 就周圍不要有這種奇怪的 一大塊的東西 整理到這邊以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準備 排列放進來這裡面